第一个股推介是泰股A19号 经济部的投资业说早减选原因是 泰股A盈利前景改善 加上增加派息和宣布回购计划 可以加以关注 说泰股A上半年转规为盈 盈利录得18亿9千万 每股的中期息增加一成半 去到1.1号半 同时宣布回购最多40亿 显示对未来业务有信心 展望未来的话 集团预期泰股可口可乐 进军东南亚 未来会有良好增长 并且憧憬旅游和检疫限制 若果进一步调整的话 可以令集团的航空业务受惠 其中国泰上半年亏损减少3成4 而泰股A持有国泰4成半的股权 受惠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和缩短酒店检疫隔离政策 国泰业务有望进一步复苏 按盘博总和预测 国泰今年亏损预料收窄去到47亿 2023年转规为盈赚24亿 2024年盈利会加快增长到46亿 岸年增加9成2 泰股A昨天股价升超过一成 成交急增至近2亿8千万 同时突破了阻力和下降轨 策略上建议留意48元附近的收集机会 目标体去年8月高位54.6 大航给予它的目标价平均是71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那些村子44元就要止舍 但enden股价以后 对这足够共饷 你看去相当祭 taka 互相当 продук se 跟乱的那样 若亏 表面 大家 让人